为什么法国没有办法 为什么德国没有办法 为什么那个冷战里面 自己夸耀制度最好的美国 也没有办法 大陆动员能力有多恐怖 两天集结30万人 全世界的国家都钦佩 震惊了全世界 也震惊了日本 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向中国当初 对武汉的封城 做到这么的严格 是不是 我们现在看 欧洲国家美国都做不到 四面八方各个机场 最大型的运输机 全部往武汉那边集中 把所有需要的物资 需要的医疗人员 带到了武汉 集中在武汉 你说这个有谁做得到 他也讲到这种动员能力 非常的可怕 另外他也有提到 他说啊 我们现在中国的那个 空运的运输能力 是日本的四倍 另外铁路运输的那个运输的能力 是日本的九十倍 记得啊 十天可以建成一个医院 火神山 雷神山就是这样建出来的 他说也没有人做得到 60名设计师在一个小时之内集结完毕 24小时内拿出了设计方案 只用了60个小时 就已经与施工当位协商 敲定了施工图纸 建筑工地需要用电 国家电网说 我来 260多名电力 职工不眠不休 24个小时连续施工地 医院建到哪里 我们电缆就扑到哪里 确保不断电 建筑工地需要手机信号 进行实施联络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铁塔 中国电子 中国信科 等等等等企业说 我来 36个小时就把5G信号全面覆盖 保证大家绝不断网 绝不掉线 当工地缺乏原材料了 顺丰 中通 深通 运达 EMS 阿里巴巴物流平台说 我来 他们紧急开动了 国内及全球的绿色通道 免费从海内外各地 向武汉运输救援物资 久久的病例 都控制在中国境内 为世界各国防控 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 它比较准确地预测 这窗口期 大概是一个来月 二月下旬 世卫主义告诉世界 中国创造这个窗口期 正在缩小 各国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否则后患无求 可惜啊 由于种种原因 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 没有得到重视 西方很多偏执谎 还是幸灾乐祸 歌照唱 舞照跳 万人马拉松照跑 现在看来 这些偏执狂 多么的傲慢和愚蠢 但我和这么多的 普普通通中国人交流过 在旅馆里 在火车上 在街头 他们都有这么一种 强烈的信念 我们必须帮助武汉 他们像应对战争一样 动员起来 他们相信自己 是站在了第一线 相信自己的行动 是在保卫中国 其他地区 乃至整个世界 中国人身上 表现出了一种 巨大的责任感 要保护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社区 自己的国家 要保护人类 这让人动容 他这样讲 他有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些人的心情的工作 他们非常愿意分享 他们为自己的工作骄傲 而且他们现在眼中看的是 我要超过波音 太空的发展 人造卫星的发展 高速铁的发展 电力汽车的发展 人力培养 他现在想办法 让他的大学 挤进全世界的前一百大 他现在在拼的 不是前一百大 他现在在拼的是前十大 中国大学能够占几所大学 太爱炫耀了 太高兴了 逢人就说 中国疫苗好得不得了 没有任何的 身体上的不舒服之外 感觉上特别骄傲 为什么特别骄傲呢 因为我在这边 要跟大家表达一个歉意 我曾经拍过一个视频 就是我一下飞机后 到达上海 面对了整个隔离的政策 跟做法上来讲 觉得比台湾好十倍 我错了 不是好十倍 是好一百倍 那你现在的话 在看到台湾跟大陆之间一对比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道歉 是有原因的 我说原来的话 大陆比台湾在治理方面 有关于对抗新冠疫情好十倍 我跟大家再一次的表达歉意 我说错了 是好一百倍 虽然没有办法有量化的基础 但是这是我个人的 刚才讲到就是说 有关于大陆的这种的防疫的 防疫的那种的严格 我也尽可能去整理 有关于大陆的防疫的动作 那今天你回头去看 全世界都认为大陆的那套的防疫的方式 是有效的 而且可能是唯一有效的 所以大家开始 即使是在过去欧洲前面两个礼拜 意大利之所以疫情爆发了之后 一直没有过过拐点 它的管制是相对松散 但是现在也开始用强力的管制 所以意大利看起来有一点的拐点快要到了 好那我再把这些大陆的管制的这些方式 把它带进台湾的时候 我发现台湾一直都不相信大陆能够管到这样的地步 认为那个有很多是假的 那个有很多是灌水的 有很多是美化的 不过因为有太多的台湾人在两岸之间跑 你去问问看 他真的就是这样做 我最近甚至于看到 我昨天介绍一个日本的 我不认识了 一个日本在南京生活的一个日本人 他拍的他在南京 南京为什么可以很多天病例零 他说你看看南京怎么做 那是一个日本人在南京工作 他把所有的南京城 不管在办公室里 在家里 在小区 在卖场 在景区 搭计程车 他拍了好几段的视频 他上去之后 我相信任何一个不在大陆生活 难怪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病例数压到今天 现在做到这个样子 我床位不够 我盖火神山 就是要最后 然后最后把湖北省委 跟武汉省委 换掉 换应勇 见急旅急 然后应收进收全部收 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数字 整个病例都下来 你看到了非常快的速度 一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想象你发生在任何其他国家 如果今天这个事情的话会怎么办 然后一声令下全国14亿人口 国家的理念可是有东西吃 所以你在背后是怎么样的一个观点 我们台湾盖得出来吗 火神山这个很大的方舱医院 官方你看到这个规模 人家武汉八天盖起来 你为什么跟我说现在来不及 我们显然现在确诊的是 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为什么人家的方舱医院 这是人家去年就盖 去年二月盖的 今天你说我们台北首三之都 我们台北所有资源最多就在台北市 你现在跟我讲说 诶 柯文哲说现在盖来不及 怎么会来不及呢 我不要你比武汉快 你就跟武汉一样快 今天盖 明天开始盖 给你盖八天 你盖出来 你确诊你都在家里在家里等 等什么 等等等等等等等 你没关系你就是等了 没事的也变有事 人一定会生活得越来越好 而第二个是大陆的大多数的人民 每一天醒来 基本上他都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而且都会渴求得到新的知识 不断努力要去赚钱 大多数的每一个人 都是对未来的生活有的上进心 而第三个 越来越多的大陆人 对大陆的发展是有的自信的 相较于过去二十年 每一个人的薪水上涨 大家都觉得这十年来 大陆人的生活得越来越好 这种自信不是洗脑洗出来的 而更可怕的是 在这种自信之下 大陆还有相当多数的人觉得 不能盲目的沉迷于大鼓自信 也就是他们并不会说 你看我们好像变强了 我们好像很骄傲 不会他们还会觉得 这种能量站在身为台湾的我 是感觉相当惊人跟恐怖的 这个武汉说封城就封城 这个封城不是说你说封就封 有很多的配套相关的措施要完成 更不要讲什么火神山医院 跟那个乐高一下就堆起来了 这种动员能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这武汉大概1300万人 其中留在城里面 还有占近不到1000万人 你要把1000万人给围起来 而且要吃饱喝饱睡饱 这种动员能量要多惊人 假如它是一场核子战争 核子战争第一枚核子战对到武汉 第二面核子战争对到温州吧 说是不是能够尽快的 把大陆疫苗开放 能够让台湾呢 增加这种防疫的 这种疫苗的一个需求 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啊 其实大陆方面一直是非常关切的 就在前两天啊 新党提出这样的一些议题之后 我们看到大陆呢 及时做了回应 中国人帮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情 大陆这个意愿也是很强的 在这样一个疫情面前都暂时的 把这个两岸关系的紧张先放在一边 更多的关注岛内的这样一个疫情 如果大陆提供帮助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非常认可的 这毕竟是咱们 咱们老说一个中国嘛 两岸同属一家嘛 这个一家不管他分歧意见怎么严重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候 帮助还是一样 我没有要取代你 我没有要当老大 就是中国大陆的态度很明白的 直接告诉你美国人说 我没有要当老大 你不想当老大 可是有一堆人要你当老大 所以你已经是一个老大的一个架势了 那你不想当 你也得当 为什么 因为目前来讲 整个国际间的趋势 就是大家预估 十年以后 中国大陆一定会超过美国 德国的所有的研究 做了民意调查 所有的经济学家的调查 都认为十年左右 顶多十五年 中国大陆一定会超过美国 你是GDP的 没有我跟你说 GDP的影响在哪里 GDP一定会影响你的科技 2015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超过日本 五年不到 中国大陆现在是日本的三倍 如果在2010年 中国大陆超过美国 你中国大陆十四亿人口 美国才三亿人口的话 你想想看 差五倍 再过五年左右 美国只有中国大陆一半 多 有关于大陆的一切 那带着一点的一点的嘲弄贬义 甚至于羞辱性的口吻 以及敌意 大陆的大陆的网路不是接收不到这样的讯息 大陆的媒体不是接收不到这样的讯息 但是今天他暂时不管你 他他他急着要要做他的防疫的事情 整个大陆在整个防疫工作的动员上面 当然如果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总还是有有些话可以可以讲的这个官员做得不好那个官员如何 那种政治性的谈论先放一边就总体的防疫的态度 以及讯息的即时性跟透明度 以及某一些在防疫第一线的官员的表现 以及一些比较抽象的就是大陆总体的明星士气在面对防疫这件事情 他终究是有一个大国情怀是让我感觉 具信心所以我是第一批申请去打了疫苗 那打了之后呢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所以一切都是很正常 至少你在工作啊生活上你会更加有信心 为了全体的健康公司的健康 万亿啊怕万亿啊不怕一万啊 大陆疫苗可以啦 因为也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嘛 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都有打疫苗 打了之后就是很好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正常 大概在二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顺利的打完两针 然后在施打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顺利 而且打完也没有不试搞 在台湾岛内的话看他们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啊 到道路来走走看看顺便来打个疫苗 如果有机会我就是希望他们都来打 他们有的去新加坡啊到去欧美啊等等 但是我觉得你在全球不管什么地方 你都会看到大陆的实力 是的 是的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多出去看啊 就像刚刚楚成讲的 不管你是去哪里看 都会对本身的见闻有所增长 其实我对台湾有一个很担心的地方啊 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台湾好像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或者是他会 他会这个安逸于一个这个小确幸的一个存在啊 那小确幸的存在是不是不好 也不是不好啊 就是可能生活不掉比较安逸啊什么 但是我觉得面临全世界上强大的一个竞争环境啊 我觉得呃光是 他们在进行博弈和战斗的过程当中 有一条铁律 就是谁的动员和组织资源的能力越强 谁在国益中就更有机会胜出 公司是这样 国家也是这样 那在这方面谁做的最牛啊 谁能把全国上下的资源都动员起来 这方面要说厉害 哪真要算得上我们老土 我们在春秋战国时候 能够达到那种组织化的水平 我们让西方人去 他们追了多少年 追2000年到10 市里战火横飞 那一晚我当时作为24岁的我 我是当做生命中最后的一晚了 整个晚上 营地里的一万五千多人都受到了冲击 整个营地火光变天 但是我们始终相信祖国不会抛弃我们 没过多久的时间 我们便接到了大使馆慰问的短信 告诉我们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地组织撤离行动 而就是在两天后 由我们国家政府所租派的游轮和军舰 赶到了搬家西市来接我们撤离回去 而这两艘船也是全世界最先抵达搬家西市港 来接自己国内侨民的船只 又快又迅速然后又便宜 最重要是便宜我们都很喜欢 就是我们的外送费差不多两块三块人民币 就是十块台币左右 而且很快 就是基本上你下单的时候 差不多五到十分钟 它就会来 如果稍微远一点 如果说就是我们能接受的很远的路程的话 差不多半个小时就会来 而且二十四小时 你任何一个时间想吃都可以 那这个不能手滑一按说 哎呦 来了 太快了啦 太快了 对 而且是因为他们都会在各个那种 就是外卖的那种热点的地方 都会有外送员 对 在那边住手 所以说你要是点的时候 你就是那边就会迅速的 就是下单 迅速的跑过来 而且就是你任何时候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 六点钟起来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我半个小时 起床的时间 然后我也来不及准备早餐 可能我醒了那一刻 然后我就开始点早餐 就是早餐的 比如说牛 Goodbye